海軍賭破一個懷疑利用匯款公司洗黑錢的集團 涉及8億8千萬,拘捕四個人 被捕的三男一女,42到61歲 包括匯款公司的董事、經理、職員 和在非洲東部一個賭國註冊的離岸公司董事 海軍說離岸公司在18年至19年間 轉介大量來自空殼公司的客戶被匯款公司 處理了200宗可疑交易 將8億8千萬款項轉到海外戶口 包括物業投資、賭場和其他海外匯款公司 大部分空殼公司在匯款之後就結業 海軍說匯款公司處理過17億的款項 正是調查其他交易、資金流向等等 並且已經凍結公司1600萬的結存 以及暫時吊銷牌照 匯款公司和離岸公司有千絲萬縷的關係 這一名匯款公司的總經理 曾經是受僱於這間離岸公司 董事開設的另外一些公司 處理這些特別客戶的時候 是沒有履行 但是要求的盡職審查 這些特別客戶有接近八成 大概24間都沒有實質業務的空殼公司 他們的款項的來歷是不明 匯款的目的亦都是不長的 部分客戶甚至欠缺身份證明文件 和公司的資料都不齊全 但是這個匯款公司仍然是漠視這些缺漏 照樣梯核和處理這些匯款 呢